年少的心中 结果的感情 而到后来 莫名其妙的 会在你心中变成温暖 或者变成你人生中 最认真的那一段 最刻骨铭心的那一段 而有好多好多时候 我们很认真很认真 反而很容易夭折 我不记得法国人 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记得 我只知道他是个法国人 他说过这样的句话 他说所有最精彩的旅行 都不是发生在外在的 而是每一个人的灵魂当中 你要学会去发掘 内在的东西 往往这种感觉 更胜于所谓外在的 一万次的行走 所以这首歌曲 给我的感觉就是 找到一份温暖 能够去释放 你想要诉说的一切 记住育儿的一句话 好多东西 没必要兜着 没必要藏着 把个自个儿 兜得太深了 藏得太深了 你会发现你不幸福 你的人生剧 演得越逼真 你不但拿不到 奥斯卡金像奖 你反而越痛苦 你会变成 这个世界上的孤儿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总想起手 知道为什么会跟你谈论 更多的时候是行走 是梦想 因为我觉得 她歌给我的感觉就是 一种 一种人生的历练 一种人生旅途当中的一些 简简单单的一些小感悟 没有太多掺杂着一些 所谓的复杂的东西 我很喜欢直白的 我很喜欢在我的心中 很多东西是简单化的 我觉得生命挺短的 未来挺长的 所以别辜负好多好多 我们的每一个心中的 那份小小的温暖 至少让你的那些正能量 传递的更多一点 别让负能量的情绪 占领你所有所有的心里 永远永远把自个儿 当成一只鸟 这不是骂人的 人家说 哎呀你是个鸟人 这不是骂人的 之所以当成一只鸟 一直可以拥有快乐 和自由的鸟 而至少可以让自己 学会用心的 去经营这每一天 一定要记得鸟儿虽小 但是它依旧可以 完转天空 谢谢我们的小铃 有听众说了 你特别的走心 有听众说了 这个我喜欢听这个直播间 你每次的分享 其实这些歌曲 当我在诠释的时候 就是那种记性的 能够收到你心坎里去的 谢谢我们小铃儿 送给鱼儿的礼物 那种感觉就是 我能够通过这首歌曲 想要跟你聊聊心里话 我可以通过这首歌曲 知道我们家梦男心中所想 如果你觉得 我只是一个偶然 一个所谓的 瞎猜烂册的 那你就错了 我的每一首歌曲全是 我都很有把握 我从来没有想过 说我要去 有多厉害的 去读懂你的心思 其实更多的时候 是我希望 我能够通过我的声音 住到你的心中 走进你的心里 谢谢我们的小铃儿 有听众说了 你真的 你真的在呀 我一直都在呀 衣服还是 不重样 那当然了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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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igg 有钱 的 谢谢大家